清朝雍正七年 对雍正来说是一个巨大考验 西北战士不断将南水换横行 刚成立了军机处但机制尚不成熟 在这种关键时刻 以亲王印祥并重 雍正身边可依赖之臣 只有张廷玉和蒋廷熙二人 此时有奏报说江南河道多处决堤 雍正即需要一个治水的人才前往江南 只可惜无人可用 雍正和张廷玉相议 打算调浙江总督李渭暂时到江南河道 紧急赴任 但不巧的是李渭的母亲病逝 她要回家守治 实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 张廷玉提了一个大胆建议 大理寺监狱里有一个死囚 名叫阿克敦 曾认梁广总督对河道治理非常有经验 皇上考虑一下 雍正听完立即下旨释放阿克敦 让他出任江南河道戴罪立功 阿克敦自重和满族人 出自满洲正南齐张家市 名门之后 阿克敦有一个儿子是乾隆朝的明臣 他就是阿贵 在清朝时期官员的来源有多种 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 当然也可以捐官 比如上文提到的李渭 他最初是通过纳捐出事的 但若是想进入汉林院 就必须是正统的科举出身 这种情况仅仅指汉族大臣 若是满族大臣 也可以不经过科举就进入汉林院 阿克敦是个例外 他是满族人也是汉林院学士 但他是正宗的科举出身 康熙48年 阿克敦凭真才实学考中二甲第三名 是满族大臣中少有的饱碎之士 正是因为阿克敦出身名门 有学识渊博 因此很快就被康熙重视 康熙留他在汉林院授数集市 阿克敦部久便成为李部侍郎 兼任国子监济 久成为康熙晚年李部的大人物 雍正继位后 因为阿克敦根正苗红 雍正想迅速提拔他为自己所用 因此雍正元年 雍正提拔阿克敦和张廷玉两位大臣 进入南书坊 不久为了历练阿克敦 雍正派阿克敦担任封疆大理梁广总督 阿克敦在梁广地区治理水患打击盗贼 立下不少功劳 但因为阿克敦性格高猛 得罪大量南方官员 等阿克敦离任回京时 当地官员弹劾阿克敦的奏折 纷纷飞入雍正的玉桌上 弹劾阿克敦的罪名 包括贪污虚报战功 最严重的一条是向仙罗使者所会 仙罗指的是古泰国 向外国使者所会是重罪 雍正十分气愤 下指将阿克敦押入大狱 秋后出展 直到江南水患横行 雍正在张廷玉的提醒下 才想起了大理寺监狱里的阿克敦 于是火速派阿克敦到江南 安徽加江苏的河道上 阿克敦死里逃生被加珍惜体会 他兢兢业业干了两年 江南河道在他的治理下成效显著 雍正十分欣慰 调阿克敦回京任大学士 正逢清朝大军征讨蠢格尔 大将军马尔赛点名 要阿克敦协理军务 阿克敦在这一阶段 重新取得雍正信任 就这样 监狱里的那个死囚 重新成为朝廷大员 担任刑部尚书满洲乡兰齐都统 阿克敦的儿子阿贵 从小在官学读书 因为父亲的缘故 雍正特意培养 阿贵二十岁就当上大理寺城 到了乾隆年间 阿贵任兵部主事 从此开始飞黄腾达 阿克敦和阿贵父子一 文义武在雍正乾隆年间 是父子明臣 但很少有人知道 若不是当年 张廷玉向雍正提起 这位死囚阿克敦或许很难复出 乾隆朝或许也没有阿贵的位置 公元1785年 乾隆50年 乾隆皇帝偶然看到一本旧奏折 这本奏折的书写时间 发生在47年前 其作者是一代名传张廷玉 乾隆看完奏折后 不禁点头感叹说 张廷玉还真有远见 然后乾隆命人在国子间 利备一块 把廷玉由此着使乃未见及 刻在碑文的最后 以警戒自己 张廷玉是清朝最著名的汉臣之一 他在乾隆朝围成二十年 做过饱和殿大学士军级大臣 是乾隆初年的汉臣之首 张廷玉为康熙 雍正乾隆三代帝王 都做过巨大贡献 然而等乾隆站稳脚跟之后 屡次打压张廷玉 张廷玉在去世前 差点晚节不保 没想到的是 张廷玉去世三十年后 乾隆看了一本旧奏折 竟然将张廷玉夸奖一番 张廷玉自横尘 他出自安徽的名门望祖 同称张氏 他的父亲是大学士张英 张廷玉于康熙三十九年 考中进士 四年后入南书房 成为康熙身边的近臣 雍正登基之后 因张廷玉才华出众 张廷玉的父亲张英 又曾是雍正的老师 因此提拔张廷玉 为南书房行走 兼太子太保护部上书 在雍正初年 西北雍兵雍正改革等大事上 张廷玉都直接参与 并且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雍正七年 雍正成立军机处 张廷玉和印祥蒋廷熙为首批军机大臣 从此雍正朝的军政大事 张廷玉无不参与 张廷玉勤恳恳畏高权重而不教书 雍正对张廷玉评价很高 雍正驾崩前曾留下一兆 廷玉气凉淳血 书成共之 命他日配享太庙 清朝自建国以来 虽然有范文成 陈廷镜 李光帝等著名汉臣 但却无一人配享太庙 雍正让张廷玉配享太庙极其罕见 同时也能看出 雍正对张廷玉的极度认可 雍正器重张廷玉 不代表乾隆也器重 雍正驾崩之后 张廷玉和鄂尔泰继续辅佐乾隆 乾隆刚登基之初 需要以重张廷二人的经验 几年后乾隆建政局稳定 开始着手经历张党和鄂党 培养了纳清复衡等军级大臣 乾隆十年 鄂尔泰病逝 按理说张廷玉应该居那个守卫 但乾隆让年轻的那期居张廷玉之前 很明显在打压张廷玉 张廷玉也能感觉到乾隆对他的疏远 乾隆十三年 七十六岁的张廷玉申请致事 乾隆却不准 理由是清授两朝厚恩 且奉皇考一命将来配享太庙 皆有从四元神归田中老之礼 乾隆的意思是说 你这样的两朝老臣 被新皇许已 配享太庙哪能告老还乡 要为朝廷鞠躬尽瘁才行 张廷玉无奈 只能继续留在京城 第二年张廷玉就是重提 以自己有病为理由申请退休 乾隆虽然不高兴 但还是答应了张廷玉 允许他告老还乡 没想到张廷玉年老昏馈 说了一句错误的话 秦始搞云蒙 失踪一命配享太庙 孔申后不获更蒙大典 免贯扣手 启商一言为确 张廷玉的意思是 先帝雍正曾许我配享太庙 我朕要还乡了 不知道这话还算不算数 希望皇上给我一个许诺 蒋廷玉爱惜自己的名声 希望自己能够配享太庙 但如此质问乾隆 的确让乾隆心里很不快 第二天张廷玉巧儿子 替自己入宫谢恩 乾隆借骨发火说 张廷玉狂妄自大 竟然不亲自来谢恩 学具张廷玉爵位 次年张廷玉回乡 又因为亲家朱全的原因获罪 而张廷玉被收缴 全部遇刺之物 乾隆二十年张廷玉郁郁而终 好在乾隆替雍正履行了诺言 给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待遇 张廷玉万年失宠 一方面是乾隆要打压教臣 培养新势力 另一方面也是张廷玉 年老昏溃 的确做了一些 令乾隆很不高兴的事情 因此直到张廷玉去世 乾隆还是不怎么待见张廷玉 但是乾隆五十年 乾隆却因为一本就奏者 对张廷玉突然认可 秦史稿张廷玉传 记载五十年复见廷玉 一一所论与上童 命乐碑 其次并提 其后为廷玉 由此着实乃为晋级 中卿至汉大臣 佩享太庙为廷玉一人而已 后来早在乾隆三年 乾隆曾打算效仿 古代的三老五更之礼 所谓的三老五更 是指朝廷选举 德高望重的外臣 以高规格荣养在宫里 彰显帝王的孝体之心 当时张廷玉 曾写过一篇奏折 驳斥乾隆的观点 认为这只是古代流传的一种古理 并没有人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 所以不建议实施 只是乾隆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个奏折 几十年后 乾隆突然想明白了 写了一篇三老五更说 同样驳斥了这种古理的荒谬 并且还在国子间将自己的说法 立了一个石碑 只是到了乾隆五十年 乾隆偶然发现了张廷玉之前的奏折 奏折上 张廷玉的观点不仅和乾隆高度一致 而且比乾隆提前了几十年 乾隆不由得心生佩服赞赏 张廷玉由此着实 乃未见己 不仅如此 乾隆还将自己评价张廷玉的这段话 刻在了国子间的石碑上 用来警戒自己 做皇帝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 有一些老臣比自己更有智慧 之前有人还担心 乾隆会把张廷玉的名字 从太庙中撤掉 乾隆最终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他打心眼里 还是佩服张廷玉的才能和远见的 友情一招汉晨配想太妙 也仅仅只有张恒晨一人而已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边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胖胖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